上个月在台北捷运淡水县 有一名老先生他在车厢里面 就拿着刀坐在地上来消毒损 结果被罚了一万多元 引发客界的讨论 很多人就担心了 老先生是不是因为不知道规定 所以不小心违规呢 还有啊 要卖菜卖多久 才可以缴这张罚单 台北市议员陈宜君 他想要来帮忙 找了好几天 他终于是找到了这个萧笋博 而萧笋博说 他已经好几天都睡不着觉了 也开玩笑说丢脸丢掉 脸都黑了 想要移民 违反规定北捷开罚一万元确定 消息曝光之后不少人很同情老先生 是不是不知道规定卖菜卖多久才能缴得完 台北市议员找了好几天 终于找到老先生原来情有可原 议员想帮老先生缴罚款 但是北捷说非亲非故的不能带脚 老先生上午要到农地忙下午到晚上要卖菜 电话打了一整天老先生不试字又不会讲地址才终于在山路的路间找到他人 卖竹损是随着人潮而移动的 所以我们就很难在一个定点去找到他 老先生很穿樸 还说罚一万块让他好几天都没办法睡觉 被熟人认出来还开玩笑的说很丢脸 要移民不要住在台湾 一度让人误会是隐形富豪 但他其实只是觉得自己太丢脸黑掉了 华世新闻黄培华林志传台北报道 哈喽我是郑雅芳 想要场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